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试下幻想 一家企口住在约100尺的房间 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 但对于香港二十几万人来说 这个不是幻想 而是他们每日的真实生活 经常说香港社会富裕 谁可以帮这些基层家庭走出劏房呢 吸烟会对人有口腔硬中风和心脏病 所以疾案是48% 为什么答非所问的 原来答问题的不是弟弟 而是同一时间上网货的哥哥 两兄弟和父母住在葵冲这间 一间一百二十尺的劏房 妈妈娘太说两兄弟上网货 经常会声搭声 两个人都很容易有冲突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然后他不翻开就打架了 他又说我很多位置 你又打我的位置 弟弟特意会弄那些声音出来 特意弄那些声音来骚扰哥哥 哥经常去骚扰弟弟 弟弟又不喜欢他骚扰 一骚扰就两个人都打架了 餐桌给哥哥用来上网货 弟弟每天只可以躲在床上 用一张小折桌上货和做功课 这幅画里就画了弟弟心目中的书桌 国家保存起来就是他的小小梦想 因为我很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书桌 不要经常在这儿搬来搬去 地方又小 摆一些东西又不是太多 拿到下面的东西又要立即弹下去 然后又要弹上去 不要被老师发烟 两兄弟拥有自己的小空间 都是梁太太的梦想 因为哥哥常常都插着一条线 他有时候上那些奥索 插着一条线 我们根本走不了 一走就在那儿说 在那儿骂人的哥哥 不要在那儿犯来犯去 你们这样 我爸爸又要开床睡觉 他们搞不定就不停等 等到他们整形再收藏 然后再开床睡觉 有自己的那些私人桌 私人的床 可能两个会舒服 没有那么多架打 不是整天都会打架 政府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底 本港有超过10万间劏房 估计共有22万6千人 居住在劏房里面 而当中百分之16 即是3万6千多人 是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有社工就说 很多居住在劏房的学堂 身体和情绪健康都受压 很多小朋友可能是被逼 一定要在床上面 拿个小小的那些桌子 做功课或者上网课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趴下去 做功课或者提照 一来就是对视力不好 很容易有近视 散光的那些问题 还有也有见到 有些是有脊椎的问题 譬如有些小朋友 他上网课 有时都会问我们 怎样做那些Zoom的虚拟背景 其实有时都不想 让那些同学问 为何他要在床上上网课 为何家庭的环境是这样 他认为房屋问题 很难即时解决 建议当局和社区组织合作 关注劏房学童的需求 会不会有一些津贴 或者服务 好像联同一些社企业务的修理设计师 可能上本帮劏房部去设计一下 他们适合的家具 特别是针对学童的家具 令到他们 其实都可以学习得舒服些 做多一些 和身心健康相关的 劏房服务给小朋友 有写处直接拨一些资源给他们 其实都可以令到多一些 社企或者非毛利组织 去做这方面的服务 马基尔和马克 2013年创办了这间非毛利建筑事务所 而务卫务房等不识设居所的住户 改造家居环境 根据基层家庭的情况 他们设计了一种方便搬动 可以灵活组合的毛组式家具 九年来已经帮助三百多个家庭 我们其实都发觉 如果我们做了一些装修 或者装饰间屋的东西 其实可能租客是不能带走的 如果是差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之下 可能业主可以加租帖 租客走了 最后的得益者也不是租客 所以我们最后用一个策略 就是用一些毛组化的家具 而家具其实可以跟着他们搬走 这些家具就成为他们空间改造的一些设施 他们结合了这九年的经验 早前举办了一个展览 教街坊令窝居变得更舒适 但无论如何改造空间 在大学做研究的马杰尔说 现在香港务房的环境 其实比一百年前 德国建筑师研究最少生活空间的情况更差 在说务房的时候 经常都说空间小 但是其实问题 不只是在小或者面积那里 而是在空间形状 或者人如何使用它 人的生活习惯 在每个日常生活的动线 或者日常生活空间和空间之中 使用的关系 都会影响到那个环境好不好 比较方方正正的计划 是更好用一些 以及更快一些 过去每届政府都说要解决房屋问题 但马杰尔帮助务房家庭九年来 看到的是香港务房越来越多 虽然业主装修越来越好 但租金就越来越难负担 务房家庭的生活环境 根本没有真正改善过 他认为说到底 不息设居所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其实那个问题都是未真正去解决的 即我们其实虽然帮基层家庭去改善空间 但其实那个住屋问题 我们不是直接处理到的 以设计师来说 其实这些不息设环境 其实我们本身都不希望它会继续出现 反而在设计里面的时候 看到那个空间质素的反思 其实都可以令到新的过渡性房屋 或者社会房屋 可以有新的 比较好的建筑空间质素的反思 前政务司长李家超 星期六在参选特首的致辞里面 亦都提到累积多年的房屋问题 长期以来 香港累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包括房屋 医疗 青年发展等 都未能够好好地解决 变革的目的 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成果 为及社会和市民 特首选举在职 本身是房委会委员的焦国伟说 客观上无法即时取替劏房 但新一届政府应该要思考 短期内是否可以先提升劏房居住质素 之前在劏房的小组里面都提出过一些建议 可否制定一些商认在劏房的单位里面 一些基本的状况 可否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 比如我们过去都看到一些劏房的环境 像母窗 或者是一些维生环境很差等等 除了用法例上去推出它之外 有没有一些鼓励措施 都可以提升一些单位的状况 但要解决不惜撤居所 这个深层次矛盾 关键始终都是增加公屋供应 以往政府曾定立公屋三年上楼的政策目标 但现在公屋轮后时间长达六年 有人甚至排了十多年都没办法上楼 招国伟希望下届政府可以改善这个情况 是否可以将一部分的建议设施 就转做过度性房屋呢 令到可能在现在公屋的供应的缺口 透过过度性房屋就暂时可以补充到 希望都可以在新一届政府 会否可以再推荐到一个时间表 一些路线图 因为大家都可以有个目标 可以知道何时可以逐步逐步向三年目标去埋中 房屋问题讲出这么多年 下一届政府是否真的能够 令到香港人见到希望 社会拭目以待 事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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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优独播